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 如果学者个人参加或正在参加诸如中国千人计划这类的人才项目 他们有可能无法获得国防部的教育或培训以及研究经费 今年8月 川普总统暗指中国的留学生几乎都是间谍 最近 马里兰大学通过电子邮件提醒部分教师 众议院的修正案可能最终被通过并成为法律 几天前 微信群中更是传出了NH等将对华人学者进行调查 并清理其中的千人计划人员等等 一时间搞得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 所谓千人计划是2008年起中国多部门联合发起的一项招来人才的计划 目标是1000名海外华裔尖端科技人才 一旦入选 他们会获得高薪 回中国从事长期或短期的工作 迄今为止 中国已经通过千人计划引进了6000多名人才 此前 美方曾以间谍罪逮捕了多名华裔科学家 其中包括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主人工程师郑小青 维基尼亚理工大学的教授张以恒 美国气象专家王春在等等 此外 原北大生命科学院长姚毅赴美开会被拒 这些人都名列千人计划的名单 俗话说科技无国界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报效母国本来没有错 而且还有助于增进两国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观念是要看你有没有把法律禁止的东西拿来换取利益 郑小青等显然没有守住底线 使自己身陷牢笼 但如果将数十万中国的流美科学家 统统贴上了准间谍的标签 显然有失工业 完全没有道理 在涛哥工作的NH 几千名华语科学家单金竭力 用自己的成就为美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同时并没有妨碍他们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此举也让NH名声确起 受益的是两国人民 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绝大多数的人遵纪守法 个别人违章违纪 只要对违章者予以惩罚 已经效尤就OK了 总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停车受检 这未免太夸张了 你相信美国政府会如此愚蠢吗 不过涛哥也要提醒那些喜欢玩火的同胞 人在座天在看 守住底线 小心萤火烧身 劳动节的长周末 一则不幸的消息从亚特兰大传来 江西老乡周天球一个月前突患重病 处境艰难 周天球是江西九江人 之前曾任大华府江西同乡会的理事 也是中山大学的校友 两年前因工作关系移居亚特兰大 一个月前他突感身体不适 多次晕倒后神志不清 经过检查诊断为免疫性脑炎 周天球来自农村家境贫寒 老父亲久病卧床 新婚的妻子远在中国 还有两个月就要临产 得知丈夫重病 欲来美照顾却无法如愿 不幸和苦难 接二连三地冲击着这个家庭 得知消息后 大华府江西同乡会理事会迅速做出决定 竭尽全力为天球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 一方面 号召广大江西同乡捐款 短短几天 同乡会已经收到了捐款 2970美元 另一方面 动员华府各界同胞 慷慨解囊 扶危就困 张宾理事和天球既是老乡也是校友 得知消息后 迅速和中山大学 华盛顿校友会 以及亚团大校友会取得联系 共同为天球出主意想办法 大华府江西同乡会在此 向已经捐助天球的老乡和朋友们表示忠心感谢 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华人朋友向深处绝境的寒门弟子周天球伸出援手奉献爱心 有意捐献的朋友请与江西同乡会的副会长刘彦宏联系 联系方式请看屏幕下方 自2008年以来 马里兰州的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持续增长 在刚刚开始的2018至2019学年 注册学生丑次超过了90万人 新学年 马州将由五所新学校投入使用 其中两所卫一 Frederic菌 其一三所分别在巴尔蒂摩 哈沃和蒙菌 新学期开始 马州卫生部将提供几种新的疫苗 要求学生在入学前必须接种 今年马州推出了新的学徒制马里兰计划AMP 这是州教育部与劳工部许可和监管部门的合作项目 专门为16岁以及以上的学生设计 通过这一计划符合条件的雇主可以雇佣高中中高级学生从事制造业和相关的特定工作 这里是中国大使馆 提醒您 您有一封重要的快件尚未领起 这是最后一次通知您 请从速领起 许多华人最近都曾收到过这样的语音电话 早在今年的三四月份 就有多家权威机构和媒体报道过这种诈骗手段 但仍有华人上当受骗 据马州蒙菌警察局的消息 今年五月至八月 七位被骗的蒙菌华裔居民分别报案 共损失了约150万美元 蒙菌警察局金融犯罪组的蒙哥多特警探告诉记者 其中一位受害人损失了70万美元 另一位受害人损失了18万美元 而这些钱几乎不可能追回 受害人中最年轻的约30岁 最年长者已超过70岁 警官蒙哥多特说 许多新移民可能对美国的法律和社会还没有做深入的了解 美国的任何政府机构都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居民转账 政府会通过邮寄信的方式来通知您 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和亲朋好友商量一下或者跟警察局保持热线联系 之后再做决定 为了应对越来越猖獗的枪支犯罪和效应安全问题 马州最大的公校系统蒙哥马利进教委计划在学校学生入口处安装金属探测器 以降低爆发枪击案件的危险性 据报道 蒙俊教育委会主席杜尔索表示 这项法案已经得到了学校和学生的支持 为维特曼 High School高中生德怀尔表示 作为一名学生 安全是就学的首要条件 所以他建议 蒙俊在每一所公校都要安装金属探测器 德怀尔的妹妹卡罗林就读于派尔中学 她说自己经常做噩梦 梦到就读的学校发生了大屠杀 卡罗林说当学生的学习环境存在不安定因素时 学生们不可能真正的认真学习 杜尔索表示 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硬件设施和相关人员 才能在当地205所公校中实施完成 蒙俊公校系统的首席运营官祖克曼表示 除此之外 他希望在公校增加射击课程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保护自己 大华府铁路局近日发表声明说 预计将在2019年底开始采购8000系列的新型地铁车 以改进目前7000系列车将的许多缺点 新车厢将在2024年逐步投入使用 铁路局还表示新一代地铁推出时 不会再向2015年推出7000系列时出现大范围的停运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8000系列的车厢将会增加更多的手柄 供乘客站立时使用 会设置更多的屏幕来支持数字广告 并增加电子设备的充电接口 最值得期待的是 新车厢将扩大作业间的通道以减少拥挤 并允许乘客在车厢与车厢之间自由的通行 车厢还增加了自动加热功能 增加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感 此外所有车厢内均装有无线网络 地铁公司表示 这次的升级和7000系列相比有质的和量的变化 新款的地铁将采用最先进的安全技术 并且更加节能 17年前 涛哥刚来美国不久 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记得911那天上午大概9点左右 美国各大电视台突然停播了所有的节目 画面被切到了正在冒着滚滚浓烟的纽约世贸大厦 当包括涛哥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 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房间的玻璃被震得哗哗直响 所有的人都冲到了外面 之间两个麦之外的五角大楼 美国国防部浓烟滚滚 并伴随着噼噼啪啪的爆炸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在询问 所有人都在求证 此时此刻 美国人想到了一个词 战争 尽管已经过去了17年 但当时人们惊恐的表情和My God的呼叫声 让陶哥至今挥之不去 记忆犹新 之后虽然被证实这并非战争 而是一次恐怖袭击 但三千多具无辜者的尸体 和数以亿计美国人的心灵创伤 足以让美国人明白 即使美国再强大 也未必能够拥有和平 因为世界上还有邪恶 很多人在这一天死去了 但更多的人从这天醒来 从那天起 美国的报顶电话改为了911 移民美国变得更加艰难 因为安检 人们乘坐飞机 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考取驾照也变得非常的不容易 出入公开场合 需要开包检查 打个电话 发个邮件 都要格外小心 以免萤火烧身 美国怎么了 这还是我们想往的安全 舒适和现代化的美国吗 当然不是 但我们必须忍耐这一切的不便 直到邪恶被铲除 恐怖被毁灭 因为911 我们真的无法忘记 去年年底 在ACM盟传媒 环球丽人秀的节目典礼上 当大航向涛哥介绍起 沙碧红导演的时候 除了她的美貌 和宾民有礼之外 我对她几乎是一无所知 但等我在网上搜索 她的名字后 惊出了一地老汗 她不仅曾在央视 与大航是同行 参与过央视半边天 今日说法 讲述等节目的制作 而且是一位 集导演 作家和主持人 一一身的全能女性 她的作品曾经荣获 中国政府的 中国电视奖一等奖 七次获得了德国汉堡电视节的 国际传媒金奖 她还是中国第一位 随景作战八个月 跟踪拍摄打拐纪录片的导演 作品曾轰动海内外 她自编自导的 中国第一部 打拐题材的电视联系 《我不是高杨》 又见花儿开 创多家电视台的 收视率记录 导演电影 话剧 电视剧等 尽千步及 可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岛 温婉知性 既无明导的傲气 又无成功女性的霸道 一眼一行 透着大家闺秀的克制 和满浮精伦的内涵 让与她接触的所有人 都感到非常的舒服 此时此刻 她正端坐桌前 与教育专家侯庆余老师 一起在制作一档节目 叫做《一壶红茶沙碧红访谈录》 她将目光投向了 旅美小留学生的群体 与嘉宾促期长谈 关于小留学生们 在美国生活学习的 点点滴滴 一壶红茶 一种分享 我们在欣赏沙岛 一壶红茶的同时 也在走进它 丰富善良的内心世界 华府人说华府的事 华府的事听涛哥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的收看 欢迎爆料 欢迎赞助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